这公主十八年没剪过头发 头发长到都能绕房间好几圈 甚至能当升降梯 拉着巫婆进出高塔 你若问她每天梳头发都得梳上午 咋的就不剪掉 那是因为公主的头发具有魔力 能让碰到的人青春涌住 当巫婆知道这秘密后 就找到刚出生不久的公主 她只想去走一撮头发 但用剪刀剪断后 头发却失去了魔力 为此 巫婆只好带走公主 将其关在高塔 并扮成妈妈抚养她长大 而每天就是公主的十八岁生日 她的愿望就是能走出高塔 去看远方城堡那放出的点点天灯 因为在此之前 只有公主每年生日 才会出现这些天灯 但巫婆自然不允许公主出去 并以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为由 说有恶棍 狼人 火墩墩之类的怪物 只有高塔才是最安全的 然而公主并不知道 这些天灯其实都是 她的父母在祈祷她能早日回家 就在巫婆离开高塔没多久 森林里就跑来一个小帅哥 他叫阿帅 是个被全城通缉的大盗 眼见士兵紧随其后 阿帅一路猛藏 来到了高塔底下 他顾不及这么多 就直接爬了上去 他刚想看看偷来的宝贝 结果下一秒 公主胆战心惊 活了十八年 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活人 她想起巫婆的叮嘱 扒开阿帅嘴巴 奇怪 怎么没有獠牙呢 再拨开刘海 爱马 还是个小帅哥呀 等公主把阿帅关进衣柜后 她却从对方的包里 发现了闪闪发光的大皇冠 她有些疑惑 戴手上吧 也不合适 当眼镜用吧 也不对 只见她拿起来戴在头上 乖当 这简直就是亮身定制啊 忽然 公主灵光一闪 想到了个主意 这公主十八年没剪过头发 不仅能绕上房子好几圈 还能掉在半空做瑜伽 现在她还用头发绑住个男人 打算让对方带自己去城堡 听到阿帅不想去 公主更是一把拉过她 说要是不带自己去 那你的皇冠可别想拿回了 阿帅没办法 只好答应下来 就这样 公主在高塔待了十八年 现在终于来到了地面 她感受着小夕带来的清凉 看到了小鸟自由地飞翔 这一切花草树木 样样都让公主无比开心 然而巫婆这边 却发现了一匹来自城堡的白马 她立马感到大事不妙 连忙跑回高塔 果然 公主不见了 她找遍高塔 却发现那张阿帅的通缉令 巫婆明白 公主肯定在其身边 而现在两人来到一家酒馆 公主还和大伙打成一片 处处充满欢声笑语 哪知士兵忽然闯入 想要寻找阿帅的踪影 但酒馆老板却打开密道 让两人偷溜出去 结果白马满脸不屑 巴唧一声就打开了密道 双方你追我逃 两人却发现密道外头 居然是到百米悬崖 眼见士兵已经追上 公主先把平底锅交给阿帅 自己再用肠发当到对岸 阿帅满脸懵逼 咋的就留下我扛下所有呢 哪知他化身平底锅战神 一拍一打的 就解决了所有士兵 此时白马嘴叼利刃 阿帅大战三百回合 公主见状 赶紧用长发套住阿帅 将其拉了过来 结果白马踹掉顶梁柱 后头的水坝就彻底崩塌 见猛烈的大水轰隆而下 公主和阿帅躲到山洞 却被快巨尸堵住洞口 哪知里头是密闭空间 大水也开始疯狂渗透 阿帅拼了老命 都找不到别的出口 就连自己的手掌 都被立势划破 眼见水位越来越高 就快将两人完全淹没 这下可该怎么办 别担心 公主自有妙招 天哪 这公主的头发居然拥有魔力 从发间到发尾 都能发出耀眼金光 而靠着光芒 她和阿帅也顺利从水中找到出口 平安地回到地面 随即公主用头发包扎住阿帅的伤口 她歌唱一曲 头发就再次冒出金光 几秒不到 伤口就完全康复 可把阿帅吓得够呛 而公主表示 之所以十八年没剪过头发 那是因为一旦剪了 头发就会失去魔力 但不曾想 就在两人交流甚欢时 巫婆已在后头注视着一切 等到明天夜幕降临 国王王后也点起了天灯 公主来到城堡附近的海域 近距离看到了这满天繁星 她激动不已 十八年了 终于亲眼见到了 而在天灯的围绕下 公主和旁边的阿帅 气氛也渐渐变得微妙起来 哪知就要上磊时 阿帅却看到岸边的大道同伙 她向公主拿回皇冠 便找到同伙 将皇冠扔给他们 说自己不干这单了 可他们如今想要的不是皇冠 而是公主 只见同伙将阿帅绑上船 就找到公主 说阿帅已经用皇冠背叛了她 公主来不及犹豫赶紧逃跑 但回头却听到巫婆的声音 她回去一看 同伙已被巫婆打趴在地 只见巫婆上演一出温情迹 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不如跟妈妈回家吧 而公主被说服 就这样回到了高塔 可她看着从城镇带回的首卷 而时的记忆瞬间涌上脑海 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自己就是那失踪的公主 就在她和巫婆对峙期间 阿帅也来到了塔下 只见公主放下长发 让她爬了上去 结果阿帅看到的是 公主被绑起 自己还被巫婆背后一刀 看着奄奄一息的阿帅 公主以自己以后都跟定巫婆为由 祈求对方让她救下阿帅 巫婆被说服 便解开了公主的锁链 就在公主准备施展魔力时 阿帅手起刀落 用玻璃片将公主的长发割断 金发瞬间变成褐色 这头长发也彻底失去了魔力 也因此 巫婆立马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她不敢面对自己的样貌 最后一个狡猾 直接就从高塔摔了下去 而公主这边 她正为失去爱人而痛哭流涕 哪知一滴泪水滴在阿帅脸颊 对方的身体却冒出一道亮光 原来 拥有魔力的不是长发 而是公主自身 就这样 阿帅被成功救活 两人也终成眷属 最后 公主也找回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终于能和他们团聚 自此之后的每年生日 点点天灯不再代表着思念 而是为了这喜庆的一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法奇缘》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